女性每个月都会来月经,而女性来月经的时候,身体往往比较虚,有的女性还可能会有严重的痛经现象。 每个女性在经期的时候,反应都有些许不同,除了痛经,还有的人可能会拉肚子。 那么女性经期会拉肚子是为什么?面对这种情况怎么做? 女性经期拉肚子的几个因素,因素一,气血不足,而人体的气血是有限的。 如果一旦遇上了气血大支出,或者是突然发生了事情,比如来大姨妈的时候,身体的其他器官,就会相对应的减少气血用量。 所以,在月经期间,如果肠胃没有足够的气血,来支撑日常的生理功能,那么,就会出现经期拉肚子的情况。 因素二激素比例失调,日生一般在经期的时候出现这种情况,大多数都是和体内的激素比例失调有关系的。 这是因为在来大姨妈之前,身体内的激素水平是会有所波动的。 所以是因为这种情况波动了直肠,从而就会受到刺激产生蠕动,而这种蠕动就会让人觉得想拉肚子的感觉。 女性经期拉肚子怎么办? 一,多吃温补食品。 女生在月经期间,身体是非常脆弱的,肠胃也更加的脆弱。 所以在这个时候,适当的吃一点温补性的食物,可以补血补气,比如红枣和桂圆等温补性食物。 这样也可以帮助缓解月经期出现的拉肚子的情况。 二常爱酒观圆学,取学,观圆学位于旗下三寸处四横指出。 爱酒方法,爱酒观圆学,每次一小时左右,爱酒喝的效果不是很好,建议最好直接拿一条选酒。 一周爱酒二到三次就可以。 功效,观圆学只有陪圆固板,补一下胶之功。 三,注意经期保暖。 温暖对一个女生是非常重要的,相信大家也是值得的。 而且每个月在来大姨妈的时候,更是需要温暖的缓解。 只有人温暖了,身体才可以健康的运转,所以平时不要穿短裤或者短裙。 夏天在空调房里的时候,一定要用条毛毯待在腿上或者是腹部。 四,不要熬夜。 有专家表示,有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和睡眠习惯,是有助于防治月经期接拉肚子的。 所以,女生在来大姨妈的时候,一定要注意早睡,而且还要保证睡眠的质量。 女性经期吃哪些食物好? 一,已是含铁膏的食物,铁不仅参与血红蛋白及许多重要链的合成,而且对免疫、智力、衰老级能量代谢的,都有重要作用。 月经期由于铁的丢失较多,进步含铁丰富的食物非常重要,鱼、瘦肉、动物肝、动物血的含铁丰富,而且生物活性较大, 容易被人体吸收利用,而大豆、菠菜中富含的植物铁,吸收率较低。 所以,月经期善事中应注意荤素搭配,适当多吃些动物类食品,以满足月经期对铁的特殊需要。 二,红枣,老化常说一日吃三枣,终身不贤老,其实说的就是红枣强大的养生保健功效,特别是对于女性而言,日常吃红枣有助于戒皮, 生血、养血等功效,特别是在今期食用,更有助于其发挥助强大的养生保健功效。 红枣中的维生素含量是最为丰富的,甚至有着白果汁灌的美抽, 而红枣中丰富的维生素C,对于减少黑色素的形成,预防色素沉着的,可以说,也都具有很强大的功效。 三,坚果,现代营养学发现今期是当吃点坚果类食物,不仅有利于身体健康,同时还有利于美容,坚果不仅含有丰富的脂肪酸, 维生素E,同时起碍基酸,各种矿物质的含量,也都是非常丰富的。 长时间果类食物,不仅有利于补充身体所需的营养素,同时有利于美容,像核桃,棒子,花生,芝麻等等, 这些都是非常适合经济的女性食用的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